現在呢 我們就進到這個線上模擬器 你看 點到這邊來 沒有切到 這樣應該有了對不對 好 那你進到這邊來之後呢 一進來 空空一片對不對 我們先稍微簡單認識一下 我們模擬器的介面 其實 現在呢 各位 你們在 有沒有同學有學過程式的 蛤 都不敢承認 現在寫程式 跟以前寫不一樣 現在寫程式 我可以講 國小都已經在教了 我昨天上青少年的 上上禮拜上的同班 我們也可以教這個 那 這個呢 是我老師波羅格上寫的文章 那我們先看一下 在WebDuno 不管是標準的寫程式的介面 還是那個 就是 模擬器的 基本上都一樣 好 基本上都一樣 首先呢 你會看到我們在 左手邊這裡 有沒有 有一些積木 欸 現在 真的 你打 試的機會 打那些層次碼 機會非常非常少 好 這是第一個 它裡面 那 這裡面呢 它會有不同的類別 好 有不同的類別 所以 你打開之後呢 點到裡面 你都會看到 積木在裡面 再來 我們往右手邊 右手邊這邊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房子 有沒有 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模擬器 也就是這個 欸 待會呢 我們在裡面就可以把這個模擬器拿出來 好 就可以拿出來了 那另外呢 我們在這邊 還有一個燒杯 有沒有 燒杯 這個的話就是 我們的 這個 網頁的互動 也就是說 比如說你要有一顆 電燈泡 你就可以叫一個電燈泡出來 你要有遙控器 就可以從這邊的遙控器拿出來 它就可以讓你 去模擬 讓你去模擬 好 那了解這樣的概念之後呢 我們來看看 真正寫層次的就在中間這一塊 就是中間這一塊齁 好的 我就進到這邊 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我右上角 有沒有找到一個房子 在這裡齁 模擬區的這個區域按一下 是不是就跑出來了 那麼 你先按一下這個元件 按一下元件 右手邊就有 如果你覺得 嗯 這個範圍好像比較小一點 你可以把它稍微變大一點 如果你覺得這樣還不滿足 請按右上角 有沒有一個放到最大 齁 這個地方 所以呢 你把它按下去 你就會變成全螢幕的 就變成全螢幕的 這個時候 我們先找一個板子出來 你把它按著不要放 拖曳出來 有沒有就有一個板子啊 齁 欸 不過這裡 大家在用的時候留意一下 有些人比較客氣 按一下就放開有沒有 有沒有 按一下就放開 它都掉在下面啊 有沒有 掉下面 掉好幾個 齁 如果你有多的 請你把它刪掉 好 雖然這個不用錢啦齁 但是也不要那麼浪費嘛 哈哈哈 元件按一下 你按住拖曳 有沒有 這樣就拉出來 那你可以用我們滑鼠的滾輪 往前有沒有 放大往後收小 那按滑鼠的右鍵 是就可以拖曳 把它平移一下 所以等一下呢 麻煩你 我們要兩個東西 一個是這個板子 一個是LED燈 一顆 按著拿過來 這樣 OK嗎 我先等各位一下囉 現在大家把這個硬體準備好了 但是 這個要不要有線點起來 要對不對 就好像我們有電器 你要有個插座一樣嘛 來 你看喔 你滑鼠滑過去 有沒有會亮起來 對不對 滑鼠滑過去這裡會亮起來 那 老師要先問一下各位囉 我們這個LED燈 你有沒有覺得它的腳怪怪的 有沒有 一隻長的 一隻短的 有注意到嗎 來 我們看一下真正的那個 硬體的LED燈 在這裡 好 你看 有沒有發現這個LED燈 也一樣有長短腳 有沒有注意到 請問長短腳要怎麼辦 蛤 長短腳要看一燈了 對呀 表示 骨口有問題啊 來 我們認識一下齁 我們在電器的話這個 長短 長的這隻腳 它是陽極 短的是腹極 好 腹極 所以 我們插座有沒有三個孔 還是兩個孔 有兩個孔 又有三孔對不對 所以它又有正負啊 那 我們這個地方順便認識一下這個板子齁 這裡我就請它退位一下 來 你看這裡 我們這個板子上面啊 有發現是上面有很多這個洞 這些就是以後要給我們插電線用的 插電線用 那它上面有不同的角位 一般我們先區分 第一個 上面會有這個東西 叫做電源 你有沒有覺得這個符號看起來就有點熟悉了 幾伏特幾伏特 別人的電池啊 你的行動電源啊 是不是都有這個V 對不對 所以它 像我們這個板子上面它提供的是3.3伏特跟5伏特 因為我們只有透過什麼 USB的這個電源線嘛 所以它有兩個 有兩個 那麼另外呢 旁邊你有看到 有沒有那個GND 這個就是一般我們講的接地 接地的部分 那這塊板子 Arduino板子它的接地比較多 連上面這裡也有一個 有沒有注意到 它總共有三個 不過一般我們那個像Smart那個板子 比較小 它就只有一個而已 就只有一個而已齁 所以 您看這邊 我在這裡 來 這裡拿掉 你看這邊 站起來 他不太想站起來 來看一下 有沒有一個GND 有看到了齁 對不對 嘿 你看到 這一邊就有一個GND 所以它也有一個接地齁 實體的 也是長像這樣子 那 另外呢 知道了這個 電源啊 接地之後 我們還要知道的是 其他的這些 數字 齁 其他這些數字 你有沒有發現這些數字 有什麼哪裡不一樣 有的有毛毛蟲 有的沒有 對不對 有毛毛蟲的 我們一般稱作什麼 類比的訊號 那如果沒有毛毛蟲的這一種 我們稱作數位的訊號 數位訊號很單純 就是0跟1而已 就是0跟1 但是類比的 有點不一樣 你們以前有沒有用過 比如說台燈啊 或家裡面的燈 你可以用旋轉的調整 拿亮度 有沒有那一種 好像音量一樣 這樣旋轉的 那就表示什麼 它回船的那個數字是什麼 不是0跟1 而是有強弱嘛 那一種呢 我們就是類比的 這樣你了解了嗎 如果像 我們一般 開燈關燈 就很單純 就亮跟不亮 那就是用 這個數位的就好了 所以你先有這個 基本概念之後 我們真的要來接線喔 欸 來 滑鼠比到這邊有沒有 短腳 來 再問一下各位 短腳是正的還是負 比較短嘛 所以是負的 到這邊 你看 接過來有沒有 欸 拉著 拖衣就可以過來了 按著 假設我接到10 沒有關係 我接到10 這邊也可以 這邊都可以 你就把它放開 有沒有 有沒有 那有些人 比較 吹毛求疵一點 他說這樣歪歪的不好看 你就點中間 這樣拉正一點 可以吧 請問 如果拉錯了怎麼辦 啊 如果錯了 按鍵盤上給力量就好了 要不要就刪掉了 所以不要擔心 你就按著 拉到你要的這個腳位上 放開 記得短腳要接地 好短腳要接地 那好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把 我們這個四傳碼稍微縮小 我們現在硬體就準備好了 你看在這邊 先準備好 那右手邊這個元件 你可以再按一次 有沒有就收起來了 好 就按一次這樣可以收起來了 那我就等各位一下囉 請你先把我們硬體先準備好 現在我們真的要來寫一下程式了 硬體準備好了 就找左手邊 你看一下左手邊 其實我們這些積木啊 你看點下去 有沒有發現這裡面 積木都是長得像這樣 好 那真正你寫好程式之後 它事實上是變成一個Java Scream 好 真的有程式嗎 產生 那我們現在呢 你從左手邊找到 有沒有一個叫開發板 這個齁 你找到開發板之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 把它拉下來 好 你就進去裡面 像這樣進去裡面 按著拉出來就好 多了你就按體力的就可以把它散掉 好就可以把它散掉 那我們現在這一個呢 這塊板子其實就是馬克里 那個Fly 就是Arduino的 我們就是預設的 有沒有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開發板 然後呢 經過這個模擬器的方式 去控制它 那麼 除了有這塊板子 這裡就對應到這塊板子 那我們是不是還有一個LE燈 所以一般我們這種硬體接好了 我的軟體的部分 也就是程式的部分 我也會把相對應的硬體先告訴它 你看我們左手邊 有沒有一個 特別是專門控制LED燈的 你就來這邊找它一下 喔 我有一個 有沒有在這裡 我有一個LE燈 但是我的腳位 我接在第幾個 不是0喔 我剛剛是不是接在第10 欸這就跟你插錯 插對不對位置有關係啦 你插錯位置 你告訴它 我是0 很抱歉它就找不到 你的積木就不會成功 所以我就找到10 這樣有沒有問題 所以你可以先把這個地方 把它弄起來 那麼好了之後 很單純 我要讓它LED燈閃爍一下 你看 我今天有一個開發板 上面有一個LED燈 我讓它0.5秒就閃爍一次 那我怎麼執行這個程式 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Play 對不對 你就按一下 有沒有亮了 這樣就模擬了對不對 如果過分一點的話 我可以這樣子 我透過WiFi 控制我前面這一台 這樣子也可以喔 欸你們都沒有看到我這裡在亮齁 這樣可以嗎 這樣有很過分嗎 哈哈哈哈 對啊 我們可以真的 就三長層次就可以控制啊 對啊 對不對 不難嘛 所以你們知道我的寵物叫什麼名字了吧 對不對 所以待會如果你想要控制也可以啊 而且你看 你看 這個模擬器 真的有插電進去 有沒有發現 如果我停止的時候 你看我把它停止 有斷電喔 有沒有這裡有拉開 所以好玩喔 這個就是像這樣 那你們先用模擬器的方式 那至於說這個後面什麼名字 因為既然是模擬的嘛 你要叫它 你的anata 你要叫它什麼 就隨便 只要是英文跟數字就可以 好 那如果這樣子 就是只有單純 它這邊在亮 這樣會不會的 給你玩玩看 來